十一月一日这天 是卓氏胡基园创业四十周年 也是特别的家庭日 一家五十几口人聚在一起 笑声泪影中重回往日 细说从前 每个人有空闲 就是帮忙 这个就是家庭生意 后来我大哥就给他们结婚 买物质 买车 所以大家都有结婚 有的家庭 今夕对比 看着自己和亲人走过年少 创立家族企业的起起落落 卓家老老少少 都掩不住内心的激动 家庭生意 就是从家庭大的小小 不可以走光的人 怎么会 over that 感伤心的 卓家十三个兄弟姐妹 一人一个故事 却都离不开他们的老大哥卓炳山 兄弟姐妹还在一起 这是最幸福的了 他是一家他最大 是好像我们的家长 对 因为可能是 父亲很早就不在了 所以我每次都有想到这一点 就是我大哥就像我爸爸这样 所以其实 很感动啊 说真的 很感动啊 以生产胡鸡闻名的卓家 最早是在蔡挫岗 种菜养鸡的农户 大哥炳山自小喜欢胡鸡 曾游说父亲种植生产 父亲却无动于衷 他便自己在后院学种胡鸡 秉山中学毕业后 当了七年的护士 1971年父亲去世 身为长子的他 当时26岁 突然被一肩挑起 照顾十二个姐弟妹的重担 有两个选择了 就是要继续地工作 或是要去做这个 种五菊花的生意 那我选择是种五菊花的生意 是因为有家庭的帮忙 兄弟姐妹一起闯 变成不是一个人的负担 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去种 多一点那个五菊花 最初只是小规模的家庭生意 却因为唐妹出国求学 把家中胡鸡花带到新西兰 不料吸引了花商朋友的目光 为卓家带来巨大的商机 他们开始出口胡鸡到新西兰 而且迅速地赚到第一桶金 这促使他们在1975年成立卓氏胡鸡园 精心培植胡鸡 应付海外顾客的需求 1988年 丙山飙到了双西登亚的这块地 足足有六个足球场的面积 这足约二十年的原地 排除了他们的顾虑 一家子更能安心地投资新品种 开拓胡鸡包装市场 再后来丙山发现 日本人喜欢胡鸡花 市场需求很大 不过进口的品种不多 只有跳舞兰 于是他灵机一动 找了他的五地丙川 一起研究新品种 开拓日本市场 那个丙川 那个第五的 它也是很喜欢花 所以它就从所有的花的种 它就去做 不懂它去哪里学到的 它就再配了 配的时间也是蛮长的 老实讲 但是他的耐心是蛮好 两兄弟齐心协力 终于在八十年代末研发出 Lucian Pink 成为卓氏胡鸡的镇山之宝 那时候老实讲 我们时常说 我们要爆料 胡鸡也称兰花 由于风姿高雅 气质独特 被誉为花中真君子 在一九七零和一九八零年代 胡鸡花为新加坡 每年赚取上千万元的外汇 Lucian Pink的出现 驾逢胡鸡叶的黄金时代 更带给海外爱花人不小的惊喜 日本那边的顾客 看到这个花 他很喜欢 我们就是大规模 大规模 装出来 整个人都中一样颜色 生产多少就去多少 市场很好 那时候市场很好 那时候差不多整家了 每个开始是做八天 后来每个差不多做八天 Lucian Pink是卓家的幸运花神 花开花落 却无法抗衡市场潮流的无情 Lucian Pink胡鸡花 给卓家带来巨大财富 但因为市面上的大量生产 后来无法再享有一枝独秀的尊贵地位 现在在今天 卓仙冰是一个平常 普通的一颗花 还是在市场 还是会销 还是会振 只是说它的价格已经掉了 花香燃自发 在新加坡城市化的大环境中 胡鸡种植业也起了变化 本地不少胡鸡园业者 因为土地被征用 不是结束营业 就是迁移国外 这一来 胡鸡种植园从鼎盛时期的两百多个逐年凋零 而今剩下约二十个 卓仕胡鸡园则及时变通 老大哥鼓励弟弟们出去闯荡 开支散业 而屹立到今天 谁不要做老板 然后要有一个determination 要做就一定要做成功 不能有推路的 就是没有后门的 丙山标种两块地 交给弟弟们各自去管理经营 卓仕圆艺 卓仕花园 家阳胡鸡园 老六丙心喜欢盆栽和搜集各类花卉 大哥协助他设立的卓仕圆艺 正合他的兴趣 他每次跟我们讲 做我们就要做得比人家好 不要跟着人家 人家做什么 我们不要跟他们 在外地索性 做点比较新鲜感的花 或者怎样 我们就过来新加坡 给一些花店 哥哥出钱又出力 给我们去做这个花卜 做到今天 算是已经完成我们的这个花卜 已经营业了 什么都好 哥哥从来也没有说 要拿回成本 或者要拿回这个生意 或者这个花园 只是希望我们兄弟 会好好做下去 这个就是这样的伟大 老七丙同也在大哥的协助下 设立家阳胡鸡园 包装精选胡鸡 出口到俄罗斯 德国 希腊 日本等国 夫畅复随 妻子也常陪他出国寻找新市场 两年前 他们在乌兰开设Flower Factory 专做花卉设计的门市生意 这儿现在成了 家阳胡鸡园的办事处 同样位于双西登亚的卓氏花园 让喜欢研究新品种的老五丙川 发挥所长 培植出新的胡鸡花卉 我哥哥就帮我们拿着花园 然后出钱 然后就慢慢交给我们 自己去independent去做 他没有拿回他的出的资本 丙川的儿子红一 大学毕业后 也到园里培植胡鸡 小时候是因为 我大伯那边有那些实验室 那我附近有做Tissure Culture 我觉得Tissure Culture很有趣 因为好像你把同样一棵植物 分子到几万棵 同样的一个所谓的cloning 小时候就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那读书时我就尽量读 像科学生物学的这方面 因为他有读书 是有好处啦 好处很多 政府部门或是其他的集团 他要的东西 红一都有能力 去propose给他 可以发 你问你这个Color包 他来的时候 那个就增加了 因为早期我们这个园子是做production 多数没有直接卖 他会比较用科技的东西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有的东西就是说 不容易改变 至于老大秉山 早在十年前就计划退休 为胡基园寻找接班人 没想到在电脑业工作的儿子 伟胜觉得累了 也有转行的念头 秉山当时暗暗高兴 告诉儿子 花园里有空缺 叫他过来帮忙 伟胜跟其他新进员工一样 从底层做起 天天日晒雨淋 磨练了一年多 虽然是流汗流的比较多 腰酸背痛比较多 压力很轻 人家讲说养小孩子 我有算万个孩子 在我的照顾下 每天你就看他的成长 他的变化 跟他开花 满足感很不同 只是过了差不多一年多 我父亲就讲说我不可以只是在花园做工 因为花园接触跟所看到的只是是生意的一部分 这个就跟我的退休有关系 他花那个时间 我是说要越早给他我就退了越快 他学的越慢我都退了越慢 数要三年就退生了 数结果了 我就准备说我要退休了 能白更坚惶 无人意自方 方寸圆不大 融得许多香 这首诗出自明代诗人张宇的永兰花 说出了花的孤芳自赏 或许也映照出胡姬花能入大雅之堂的原因 卓氏家族不仅培植生产胡姬 也努力推广胡姬设计摆设 伟胜加入父亲的胡姬事业后 花了好几年的功夫摸熟每一个生意诀窍 现在有姐姐当花卉设计顾问 也有妻子当左右手 身为长子的伟胜还是感觉到打理公司的压力 在花园工作压力就没有这样高 做得很开心 十年的磨练也让伟胜渐进领悟父亲做事和管人的细腻一面 我的父亲他是有people oriented的方法来approach问题 跟解决problems 我就是比较go oriented就是results 所以这两方面都是有一点different 我会先了解跟那个志源沟通 他是很注重他自己的意见 然后才配合那个其他的员工 比如他在管理花园的时候 他有用到一点比较强硬的 一定要这样走 我也是有担心有那个代沟这个问题 但是他对这一方面处理的还不错 另一对父子兵也在胡姬园经历磨合 培养默契 虽然丙川父子俩都喜爱培植胡姬 但对于温室种植胡姬 看法却不一致 那我父亲就认为就是在大自然种出来的花 会成本就比较低 那如果在一个控制环境的种出来的花 因为要建造那基本设施 那成本就比较高了不少其实 不过在装制太阳能板的问题上 丙川十分赞同儿子的建议 他做这个太阳能 我们每个月会省不少 所以我还是很满意 一个月可以省两千块 到现在这个太阳能 这么久还没有问题 发生过什么问题 来好好操作 这个东西好像很难用 不会现在只是打号码 好像你看照片 如果你打几颗就可以了 父子共事也要一起共进退 从差异中了解彼此的想法和需要 有时候有不同意见就比较难 好像我觉得有些工作可以比较简化 他们就比较traditional的方法去做工作 所以毕竟就是父母那就比较难 就是implement有些technology的东西 跟家人一起工作 每天可以见到父母 那同时可能可以照顾他们 可能他们有什么需求 可以帮他们一下 第二代生力军的加入 让卓家的胡基事业发展有了依靠 不过兄弟姐妹和子女们 一同工作的热闹情景 却少了许多 现在科技反而成为维系亲情的桥梁 我们全家现在都很忙 为了这样我们保持联络 就create一个Toe Family的一个Facebook 我哥哥的Berry是在一号我在二号 我帮忙一起我们Broad cake 有时弟弟哥哥姐姐他们忘记我们的生日 他们一看就知道今天是我们的生日 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了 就一个家一个家我们去拜年 今年的我们就唱点新年歌 祝我大哥新年快乐 这一天是卓氏胡基园创办四十周年的纪念日 在大哥的号召下 卓家三代人又难得聚在一起 四十年了 我今年七十岁了 我要很感谢大家 因为老实讲 很多人说我们是靠花成长的 但是我不同意 我们今天比昨天好 是大家的团结 合作和勤劳得到的 我们靠家和万事行 都是大家的贡献 现在我要请我的太太站出来 因为我要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今天很高兴可以站在这边宣布 我们退休了 对了 我们退休了 这份呢 是你们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在这里要感谢每个人 感谢大家 我要祝福大家 明天会更好 一朵花 一份情 这一生有个亲生哥哥 扶持一家几十口人 不计回报的付出 还有什么比得上这份亲情 我们家的医院这些都是大哥大小 他都拍了 好像大哥也是好像我们的 父亲去世的时候 我只有七岁 OK 大大小小靠大哥大嫂大姐他们妈妈 这样support我们起来 所以像到今天 我看我们算是幸福的 你感动了 我说真的 我们真的是很感激 我们有今天这样 真的老大的贡献大 他们太伟大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哥大嫂 说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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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和万事兴对我是排在第一位 因为真的是我的家庭才有今天的成就 他们的协助配合是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 一个人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算起我个人 这个家和万事兴是我的之本 感谢 好 带我扫兴 好 好 1 2 3 国家无敌一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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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一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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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